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當你走進這個會堂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一堆的對聯 有嗎 不是走近 離開的時候 在我們的門口呢 有一堆的對聯 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來分享的主題 來我們一起看 詩篇65篇 詩篇65篇 詩篇65篇11到13節 詩篇65篇 詩篇65篇 詩篇65篇11到13節 詩篇65篇11到13節 我們大盛的一起來練 這個經文 來一二三 你以恩典為年稅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 替在曠野的草藏上 小山以歡樂疏邀 草藏以陽情為衣 古中也長了五穀 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好 我們再看另外一段經文 在詩篇90篇第12節 是摩西所寫的四歌 詩篇90篇第12節 詩篇90篇12 OK 來 我們一起來讀 一二三 求你指教我們怎麼樣 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我們一起祷告 主 我們求你祝福這兩段經文 讓我們在這個 快要記錄新的一年的當中 也 主啊 因為我們知道 再多兩天 就是龍逆新年的 對我們華人來講 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節日 是一年一次我們能夠 見到家人的時刻 主啊 我們恳求你 透過這兩段經文 在我們回向之前 給我們帶來幾大的鼓勵 跟思考 主 我們感謝詐明你 奉耶穌基督的生命祷告 我們身為華人 我們都非常喜歡 聖經一些的經文 有些經文呢 當你讀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經文真的是很棒 因為呢 這個經文裡面 雖然詩篇是用西部來文所寫 但是呢 我們讀的 聖經和合本 是中文 我們讀的是中文版 那你在想 中文版一定是 華人來翻譯的 第一本聖經錯了 中文版的聖經 不是華人翻譯 是一個洋人翻譯 洋人的宣教師 來翻譯這段的經文 而你會發現這個洋人 它翻譯的時候 它所用的詞 真的是非常 直到華人讀的時候呢 感覺的非常舒服 尤其是在這段經文裡 它叫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 那對於華人來說 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深深的感覺有華人的味道 有中華的味道 有嗎 華人的味道 有些經文你讀的時候 好像感覺華人好像沒有一種感覺一樣 但是這段經文它有華人的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宣教師 他住在中國 他住在中國 而且他翻譯之後 非常非常的順 而這段經文 你年年可能 你都收到赫连卡 你都看到春年 看起來 你很喜歡這段經文 但是看起來 師父又懂 師父好像又不懂 到底他在講什麼 對呀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 好像很好聽 但是讀起來的時候 覺得好像又懂 好像又不懂 所以這是今天我的目的 要讓大家都懂這段經文的意思 OK 那我們知道過兩天 就是隆利新年的 對嗎 所以一年一年的過來 一年一年的去 難道呢 過年就是這樣的過了嗎 為什麼我們叫過年 過年難道就是 快快的想過年來 然後是呢 年很快又過去了 所以叫過年過年 那這段經文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他說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是指什麼呢 我們是指說 神的恩典呢 堆在人的頭上 為什麼要這樣 堆在人的頭上 一個皇帝 他無論穿得多麼漂亮的 這個禮服 草服都好 如果他沒有戴上 腕面 你會覺得好像少了一樣東西 對嗎 有沒有 好像一個警察 穿得很好的這個制服 但是 他少了一個警察的警帽 好像少了一樣東西 有沒有 如果他再穿了很整齊的制服 再戴上一個警帽的話呢 這整套全副的警 這個警察的服裝 你覺得很有威嚴對不對 走出去就不要有個帽子 尤其是這些 飛機師的帥哥 對呀 你去坐飛機的時候 那些飛機師 pilot 他戴上那個帽子下去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如果沒有帽子 可能開起來 可能他沒有頭髮 也受不定 但是他戴上帽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是非常晕眩 那為什麼呢 他叫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 那我們如果翻英文圣經 這個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 它有個很強烈的一個的 讓我們強烈的感覺 就是英文是說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那什麼叫overflow overflow的意思是指流出來 流出來 或者是溢出 溢出 就好像這個寬淺水 如果我按下去的話 水就會噴出來 這是溢出的意思 然後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這叫翻難 flut 翻難 或者整個意思 簡單的意思說 是指豐富abundance 豐富 或者是充足 sufficient 充足 足夠 並且呢 那怎麼樣呢 一些東西怎麼樣會流出來 會流出來的意思說 因為它已經滿了 它才會流出來 滿了會流出來 所以換句話說 是比足夠還要多 就好像我要給你一杯水 那整杯水呢 你填上去 這杯水一滿 然後我再倒給你之後 這水就會流出來 那這裡呢 給我們看到 每一年 每一年的開始跟結束 對華人來說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節日 對華人來說做生意的 每一次 收不到錢的時候 ok 尤其是做contractor 承包商 每一次收不到錢的時候 他都期望有一個時期可以收到錢 對嗎 啊 年要到了 比較容易開口 老闆 你欠我錢 我年要到了 我要養老婆 養孩子 所以我要給工人紅包 請你幫幫忙 還我錢吧 對呀 平時你要去追他也就比較難 所以你年要到的時候 所以呢 通常華人都會以新年 為一個的思考 或者檢討 或者重定企劃 更何況我們華人很做重 隆利新年 所以隆利新年 對華人來說是 很有象徵性的日子 做生意的人就懂了 新年要到了 你平時不給花紅沒關係 新年要到了 沒有辦法 公司賺錢 還是要給花紅給工了 所以 新年 隆利新年 對華人來講 這是一個一年的結束 然後一年的開始 而對 我們基督徒 身為華人的基督徒來講 我相信呢 上帝要我們去思考 他的恩典 尤其是這段禁文 所以他說 你以恩典為年衰的冠冕 我們怎麼樣看到神的恩典 在我們的身上 有時候我們感受神的恩典 覺得上帝很祝福我們 然後呢 下個禮拜 不然間一些事情發生 你的錢全部沒有掉了 那你在想 到底上個禮拜 是不是神祝福我呢 你會再想 所以很多時候 以很短的時間 你很難去 你一定說 神是否祝福我 如果以一年的時間來說 一整年上帝都這樣的帶領你 那麼你可以很大膽的 在人的面前說 你看 這一整年神都這樣的帶領我 所以以一個一年來思考 神的恩典呢 其實呢 對我們的属灵生命成長 是很有幫助的 那麼 今天我們要談到的 到底什麼是恩典 What is God's grace 當我們講到 上帝的恩典的時候 第一你會想到什麼 如果我說 今年 你有沒有經歷到神的恩典呢 問隔壁的弟兄姐妹說 今年有沒有 或者是去年 你有沒有經歷到神的恩典 問問她一下 你有沒有經歷到神的恩典 在2013年的時候 那可能有些說 有可能說 我沒有 但是當我們講到 你是否經歷神的恩典的時候呢 你 大多數人 都會想一樣東西 感謝神 去年上帝很祝福我 買了一間房子 我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 耶 OK 哇 感謝神 我終於要工作了十年 我這個很令氏的老闆 竟然在去年 加薪給我了 耶 哇 小朋友就說 感謝神 過去我的成績都是很差的 感謝神 2013年 我的成績考到很好 考到第一名 那 當然這些好的事情 都是神的恩典 凡事都很順利的時候 這我們都可以說是神的恩 但是what about 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去年你的生意失敗呢 你可以感謝神嗎 你說 哦 感謝神 去年我生意失敗 或者是做學生的 年年都考的第一名 去年 竟然考的第二十名 你可以說 哦 感謝神 每一年我考第一名 去年我考第二十名 你可以感謝神嗎 或者說 年一年我身體都很健康 沒有想到去年我生病了 是不是神的恩典呢 當我們好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說 哦 神的恩典 God grace 神的恩典 耶 但是如果一些事情 對人來說不好的時候 我們還能不能夠說 這是神的恩典 那 希伯萊斯的作者 常常提到我們的主 他就用這樣的一句話 他說 應受的苦難 學得順從 應受的苦難 學得順從 還有一段結果 他說 應受的苦難 得以完全 還有 他說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 而受苦 就能達救被試探的人 弟兄姐妹 有時候呢 神透過苦難 試探 使我們學習到 怎麼樣 才是完全 當這個世界 沒有黑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那個白是很重要 當這個世界 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神怎麼樣對你好 所以親愛弟兄姐妹 有時候呢 神要在我們生命當中 讓我們經歷一些不好的東西 讓你走過一個很艱難的路 你才會珍惜 將來神給你更好的路 所以 葉伯的經歷 也不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你看到葉伯說什麼 從前我封文有你 如今我親眼見到你 以前葉伯都認為他很認識神 但是沒有想到葉伯去第一章 在一月之間 孩子全部沒了 產業完全沒 不但沒了 他身體還有奇病 還生了大麻蜂 還生龍 而且不但如此 最愛他的妻子 也是他最愛的親人 既然在他最艱難的時候 沒有鼓勵他 反而還貶低他 還笑他為什麼你這樣的愛 這位神 所以如果是你 你還會說 感謝神嗎 對於我們來說 有一件 才發生不久的事情 就是在上個月 當我們聽到我們的周政府 我們可愛的手 這個樹丹 說周末的假期 換到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做生意的 我們心中就會感到很納悶 我們覺得說 尤其是教會的牧者 不只是我 我們欣賞很多的牧者 一坐下來就這樣 就很納悶的 覺得說 這個事情的決定 使到教會的因作 使到教會的機會 好像很不方便 好像時間又很短的 但是我還記得 當這些事情 一被報告的時候 我們在禱告會有提出來 告訴弟兄姐妹的 為這些事情禱告 求神改變我們的周政府 希望神可以感動他 因為我們有全能神 上個禮拜我們做El Shaddai 全能神可以感動他 有沒有 但是神有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呢 神有沒有改變我們的掌權者 改變他 然後又再改回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沒有 神沒有按照我們 祷告回應我們 但這整個月下來 經過了十二月 從十一月宣布之後 整個十二月 我們走過這條路 以至今天我們能夠來到 這個會所的時候 我才明白到歧視 雖然我們眼前看了 好像有不好的東西 但是神卻為 不但為我們的教會 為許多的教會 一杯了更大的恩典 讓教會去經歷 很多的教會 就是因為這樣 卑鄙開兩行機會 很多的會中 因為牧師說 我們要兩行機會 然後有些弟兄姐妹說 我不要牧師我很忙 但是有些教會 就在這種情況底下 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有兩行機會 在這樣短短的上帝 一動搖的情況之下 整個新章的教會 開始翻轉過來 開始翻轉了 有些在拜五集會 有些禮拜天集會 有些就在禮拜一集會 它是其他的情形 那給我們看到說 使我們的教會 在步入2014年的第一個月 大大的經歷神的供應 而我們看到的就是 神給我們經歷 什麼是神技 他要給你一個Fortest 就是給你一個智慧 去嘗嘗一下 到底神技是什麼 他還要告訴你 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神技而已 還有更大的神技要來 所以使得我們的教會 因著我們要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我們看到說 這些需要 開始我們在想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呢 一方面我們要建堂 一方面我們要來這裡 這裡就是暫時的 那我們不想花太多的錢 但是有些基本的設施 我們也是很需要的 但是我們看到 當我們相信說 神是這樣的帶領 既然上帝要帶領他的教會 走這條路的時候 神也親自會供應 果然我們看到神 一樣一樣供應 使得整個教會的弟兄姐妹的 信心大大的增加 所以大家開始 如果後 將來的兩年之後 我們搬去新的會所 我們就會更期待更大的神技 對嗎 Amen 所以這樣小的一個教會 神就開始動工 可是我們會更期待 神做更大的神技 神就為我們選出 祂是一位全能掌管萬有的神 祂自有妙方解決 人解決不到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神允許 逆境靈到我們的時候 也許我們的禱告呢 求神挪走那種困難 主啊挪走這困難 主啊不要讓這些事情發生 不要這個必泊來到這裡 雖然神表面上好像沒有允許你的禱告 但是神卻赐給了我們足夠的恩典 去承受這些苦難 那當你聽到這個分享的時候 你會不會挑戰你 顛覆你的思想對恩典的看法 以前你認為恩典是祝福祝福祝福 但是一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還是祝福嗎 會不會顛覆你對恩典的看法 那我們可以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無論是順境或者是逆境 終點 那個不是那個終點或者是關鍵 所以重要的就是你用什麼心 什麼的態度當這些事情來臨的時候 到底恩典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如何產生光和作用 那我們到底透過恩典 產生怎麼樣的一個改變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三個很重要的鑰匙 就是我們要談談 怎麼樣開啟神恩典 中的祝福 你知道恩典 而恩典不只是講到好 表面先看到很好祝福祝福 神祝福我車神祝福我 很好的物質神祝福我 很好的工作 但是還有很多的事情 神要我們去學習的 從這些事情上 而現在我們要很快 進入龍力新年 而這個恩典這些事情 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有三把的鑰匙 能夠開啟把神的恩典 成化成你一生的祝福 三方面 第一我們要選擇 站在神那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例子 這個故事 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如果你讀到美國歷史 你有聽到南北戰爭的時候 有一個很出名的總統 叫什麼名 他的姓好像華人的兩個目的 叫什麼名 林肯總統 但是他不是華人 林肯總統 那當美國南北打仗的時候 雙方的軍隊 因為這兩個軍隊 他們基本上是清教徒 都是英國過來的清教徒 都是基督徒來的 那你看美經的時候 你會發現美經後面是寫什麼 In God We Trust 就是美國開始 其實都是基督徒的國家 他們心靠神 所以連打仗他們都禱告 北方打仗禱告 南方打仗來禱告 所以這兩隊的軍隊 他們就向神禱告 那有人就來問林肯總統 Hey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那究竟神會站在誰的那邊 站在你這邊嗎 還是站在那一邊 那你覺得林肯總統怎麼回答 他說呢 他回答了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回答 他說不是神站在哪一邊 而我們要問了 我們是否站在神這邊嗎 那這個會不會讓你思考一個問題 當事情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思想說 神啊你是否幫助我們 神啊你有沒有在我這一邊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事情發生的時候 主啊我還有沒有在你那邊 而不是說神啊你有沒有在我這一邊 神永遠都在那一邊 神永遠都是在那一邊 神永遠都是在那一邊 很多時候是我們離開神 不是神離開我們 所以 林肯總統說不是神站在哪一邊 而他就問說我們是否站在神這一邊 所以他有信心很清楚知道 他是站在神那邊 結果呢他打贏了戰爭 所以神給我們的恩典 其實多而又多 是滿意的恩典 所以聖經就說 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 在旷野的草場上 那對以色列的人來講呢 他們是神的選民 神透過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給他們很多很多的恩典 而他們還是到最後 最悲虐最埋怨的全世界的子民 而出名的是誰 以色列 神把這麼多的恩典 讓他們從儒布當中離開 要進入迦南美帝 享受神的安息的時候 既然他們離開了埃及不久 他們仍然想念 回到埃及吃埃及的肉 還想在埃及的韭菜的好吃 他們竟然想到 一旦他面對困難的時候 他是想 哦 我們這麼想回到埃及去 弟兄姐妹 這一年的過去了 新的一年又來了 當你在過去的一年 你失敗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算了吧 我不要神了 我不要做基督徒了 你有沒有這種的想法過 弟兄姐妹 我們都是神的百姓 新主以來 這一年 以來 我們必然經歷神的恩典 而這滿意的恩典之後 你經歷之後 你到底站在哪裡 你想一想這個圖畫 剛才我們說 大山小山已換了俗腰 朝堂上以羊群為一 古中也長滿了五穀 而你看到 這個圖畫其實是一個 很多羊 很多草 很多穀類 長了五穀 這個表示什麼 Great Harvest 是一個何等豐收跟歡欣的一個的畫面 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這一整年的過去 神怎麼樣祝福我們 在我們的小組 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內心 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要問的 透過我們 經歷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有沒有幫助我們 繼續站在神那邊 還是我們是三心兩意的 還在那邊思考 神是不是真的祝福我呢 還是我碰巧 我們往往都是三心兩意的 我們往往呢 一下子想 神祝福我的時候 我要神 那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禮拜天我不要來教會 神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不祝福我 為什麼不幫助我的 我們很多時候 人很容易 表面上 看好像神不祝福的時候 就開始呢 傾向要埋怨神 然後捨棄 上帝要回到世界 所以保羅才說 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 脫離這起始的身體 神對我們的要求 是要我們一心一意 精心盡益 精心地來愛祂 就好像 撒母兒 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要一心順服主 或者聖經也有 常常說 你們要專心歸向耶和華 如果我們能夠呢 沉浸在神的恩典當中 是一件很喜樂的事情 但是當歡喜跟豐富的經歷之後 我們學習到什麼 我們是否學習到 神這麼幫助我們之後 我們要緊緊抓住神 選擇站在神那邊呢 那對教會跟你個人來說 這整個月我們經歷到神的恩典之後 那現在 會不會幫助你在這新的一年 2014年 你選擇繼續要堅持站在神那邊 如果你繼續選擇說 我要繼續站在神那邊 那你就選對了 你也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根基 如果經過這一系列的神的恩典 讓你經歷之後 你還在那邊三心兩意的話 我告訴你 其實你就好像站在山崖邊 隨時會倒下去 第二 新的一年快要來的時候 不但我們要學習 無論順境怒境都要站在神那邊 第二 我們要培養一個好的習慣 什麼習慣呢 感恩的習慣 A habit of Thanksgiving OK 亞里斯多德說 他說 卓越是一種的習慣 不是一種的行為 而感恩是一種好習慣 如果我們經常練習 學習感恩的話 會形成一種的習慣 那 聖經有兩段經文 教導我們這樣說 在以赴手書五章二十節 他說 凡是要封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常常 感謝 父神 還有四篇 第一百篇 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他說 當稱些 進入 他的門 當讚美 進入他的院 然後他說 當稱些他 稱讚他 所以弟兄姐妹 讓我們 感恩成為我們這一生當中 首要的一個選擇 那 我們華人有一個習慣 當我們講到龍蟹的時候 華人有一個習慣就是 很難開口 當心中有感受的時候 很難開口 當一個妻子說 老公 請你告訴我 你愛我 好像要他的命這樣 好像要他說 你愛我 好像把他的靈魂 要把他拉出來這樣 他很難開口 所以才有一首歌叫 愛你心口難開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華人就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很難把心中的話講出來 但是呢 洋人又很容易這樣 I love you I love you 講了變成 好像沒有什麼意思了 對呀 但是華人很難 那 比方說一個人對你有恩 但是呢 你的口 就很難 你很想說是 謝謝你 謝謝你弟兄 謝謝你三個禮拜 我需要拜屋子 你來幫我 架著你的Van來幫我 幫我掃地 幫我怎麼樣 怎麼樣 謝謝你 其實我告訴你喔 這句話 很奇妙的三句話 就是 謝謝你 跟旁邊的人說 謝謝你 你知道嗎 這三個字 謝謝你 這三個字是最好的 催化劑 當你很誠意地表達 一個人幫助你表達的時候 你說謝謝你 如果你的太太煮了 一道好吃的菜 老婆謝謝你 今天你煮得 非常的好吃 我非常喜歡 我太太煮的菜 每次她煮什麼 我都是很好吃 所以我要謝謝我太太 所以如果你的太太 或者你先生 你的家人 坐在你旁邊的話 請你跟他說 今年謝謝你 有你一路相伴 謝謝你 今年有你一路的相伴 你覺得怎麼辦呢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一點嗎 對嗎 你會覺得很舒服 對嗎 那 新年只有一兩天就過了 對嗎 有些人年初三就開空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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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 初一 初二 哎呦 一整年365天 就是等那兩三天 那兩天 特別快過了 一下子就過 一下子就開空了 對嗎 一下子吃 收工 久 過幾天又 開空久 哎呀 為什麼這麼快過了 好事情這麼快過了 一年 如果只有那一兩次 在新年才說 謝謝你老公 謝謝你太太 其實太可惜了 對不對 一年才回家 要團圓一次 而且要團圓的時候 講到出錢 臉就黑了 這孩子 你出幾百 你出幾百 我們一起來煮 臉就黑了 這是你看 其實如果每一天 我們都懂得去感恩 像每一年新年這樣 看到人 還沒有信主的當然講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其實重點不是說 他想要你恭喜發財 其實這是一個好一頭 是祝福人的話 那我們基督徒通常說 信念蒙恩 或者是 雖然我們每一天 不是每一天都是信念 但是你看 感謝神 讓你天天蒙恩 如果你懂得去學習 告訴你 感謝神啊 很高興見到你 你會發現說呢 很多的事情 當你懂得去感恩的時候呢 你天天都開始學習 去思想神的恩典 為什麼他很可以感謝我 原來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動作 幫助了他 你就可以開始 更鼓勵你 去多做 神要你做 這好時候 我們駕駛汽車 我們知道 在新山 在金融波 在新加坡 駕車都很沒有耐心 對不對 每次你要駕駛的時候 找很難找 尤其是來到我們教會 這裡要找駕駛很難找 忽然間你一 找到有駕駛的時候 你要駕駛進去 忽然間一個人 跑進來 真是的 像韓國韓記者 真是的 所以 這個是很失我的生氣 真是的 可能你更粗的話就出來 但是呢 當你看到這個人 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戴很平常的心 很現實的 至少他有駕駛 給他駕駛沒關係 神可能會 預備我們更多的駕駛 沒有想到 你這樣想的時候 神耶穌會不會很奇妙 就過了兩步 又有一個駕駛給你 所以 我們任何時刻 我們都要 戴著一個感恩的心 所以如果你懂得 學習感恩的話 你會發現呢 你身邊的人 事物 都會變得更美好 你的想法 你的角度 會變得更美好 所以 親愛的弟兄姐妹 讓感恩成為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習慣 那你的態度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們不是每天都處在孫敬 因為 好像有一首歌它說 感謝神 路旁有玫瑰 感謝神 玫瑰有詞 對呀 前面的我們很喜歡唱 感謝神 路旁有玫瑰 感謝神 玫瑰有詞 很難唱 我玫瑰有詞 還要感謝神 這個 我的老婆 祈了她 五年都是這樣吃 這樣一直吃我 我要感謝神 這次的 神要我們學習 就說 好的東西 我們懂得感谢神 但是我們要懂得感谢神 玫瑰有刺 因為當玫瑰有刺的時候 你才不會隨便去買玫瑰 明白我意思嗎 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呢 因為它 不是你這麼容易 就可以拿到的 你就會開始去珍惜 你就開始珍惜 所以我們很容易呢 玫瑰好是感謝神 但是很難 玫瑰有刺而感謝神 所以如果感恩成為我們生活的態度 那麼我們就會明白 什麼是孫敬 什麼是逆境 那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剛剛出爐的見證 就是三個主日 其實發生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雖然我們教會很需要 電表 我們都知道 是一個非常緊急的事情 但是自從十二月過了聖誕節 你知道嗎 那個從聖誕節二十五號之後 繼續繼續直到三個星期四 對我來講 又是很緊張 對我來講 是有時候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有時候很怕接到弟兄姐妹的電話 尤其是教會的年輕的電話 我也很怕接到 因為他一打電話來的時候 Pastor Patrick 請問禮拜五 是在新的會所聚會 還是在Bukinina聚會 尤其是他們打的時候 不是禮拜二 禮拜三 是禮拜是校打給我的時候 我在想 我很難回答他們 因為很多人說 申請電表兩個禮拜就搞頂了 但是我們不只是兩個禮拜 已經超過兩個禮拜 而且呢 越申請的時候 越發現 好像問題越多 好像這個沒有 那個沒有 那個沒有 哇 越走進去才 越來越怕 我還以為我去台灣渡假回來之後 一來一定是 全部的東西都有 沒有想到 欸回來 還是黑漆漆的 那個電表沒有 哇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說 哎呀 主我早知道我不要去台灣 但是呢 但是呢 感謝神 就是這個 從12月過了聖誕節之後 我們都很希望說 電表申請的事情很肅力 結果每一週 去問申請的人回來的時候 我都感覺非常失望 很失望 每個週末都很怕 聽到弟兄姐妹的電話 所以 但是有其中一個週末 就是我們議定說 一定會有電表了 所以我也很肯定說 弟兄姐妹 我們議定18號 我們就會辦來這裡 沒有想到 到17號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消息 幫助我們申請的人講 一定可以了 No problem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 硬著他說 No problem 所以我們就算18號 然後就放 但是呢 沒有想到 到最後的時候 還是有problem 所以對我來講 我 我非常的緊張 所以 而上兩個星期 神就開始告訴我說 不要去想這些問題 感恩 同時 呼召弟兄姐妹 淨時禱告 因為大家都 覺得 這是 教會 我們應該一起來 禱告 不再只是 是牧師的事情 還是教會的 弟兄姐妹的事情 這幾個領袖的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 如果教會是大家 大家一起來求神 我相信神會工作 沒有想到 當我們就告訴 弟兄姐妹 WhatsApp 我們要禁食禱告 一餐就好 至少一餐 沒有想到很快 很多人回憶 我禁食 我禁食 至少我知道 到底二三十個人 開始禁食 所以我心中 就很充足說 下個禮拜 一定行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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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行 沒有想到呢 快要到 禮拜五了 那個YES 好像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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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不是我們禁食了嗎 我們不是告訴神 你是有神迹的嗎 結果 很奇妙的 雖然 電表 還沒有說 我們所一定的 那時候 但是至少 透過禁食之後 為什麼 我們就找出 為什麼我們拿不到 電表的原因 而我為了這些事情呢 感謝神的時候 沒有想到 長話短說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很多東西處理好了 然後呢 我們教會領袖 就告訴我們說 他說 牧師很快就會來賺電表 如果呢 能夠禮拜二來 下個禮拜二來 可以賺 已經算神祭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 哎呀 我已經說 有電表也好 沒有電表也好 總而言之我們 26號25號 一定要來這裡聚會 OK 當然我頭腦裡面 就開始有一個 不好的想法 跟一個好的想法 不好的想法 很很強烈 就是說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們去 dap人家的電啊 對呀 但是這個 另外一個想法說 沒有電 為什麼 不用發電機呢 我說主 我怎麼找這麼大發電機 因為我不是contractor 我也不懂 所以我們打電話 給我們教會的領袖 就問他有沒有 沒有門路 後來上帝給我想到 一個弟兄 我們教會母堂 英文堂 一個弟兄是做發電機的 不然間我的頭腦 好像英文說 generated 哇 開始發電了 就開始去找他 沒有想到 他說牧師你放心 我幫你處理 一分錢都不需要 所以我就很放心 我很感謝神 但是我說上帝 無論有電 沒有電都好 你一定會幫助我們 即使是發電機也好 所以很感謝神 當我們要 有這個發電機 禮拜四 要把它搬來的時候 沒有想到 發電機還在搬路 我已經催他 老闆機是拿來 老闆機是拿來 他說要來 要來四點還是五點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就來這裡等 沒有想到 我要進門口 直接就看到店表 在那個地方 所以整個事情 讓我學習到 然後就說 當我們開始感恩 不要去思想 神要用什麼方法 去行事的時候 只要說上帝你掌權 你要有電表 或者沒有電表 那個不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你要告訴我 這個時候 我們25 26號 要在這裡機會 你就要供應我們電 哪怕是 你給我們的電 還是太陽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一次我要感謝你 你一定讓我們達成 沒有想到 人是可以想到說 發電 但是神却說 我要給你真正的電表 所以真的電表就來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當我們懂得去感恩的時候 我們的態度 懂得去感恩 我們都是逆境 順境 懂得去感恩的時候 你會發現 神常常會給你 意想不到的神迹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 在這新的一年 你要懂得去感恩 因為你知道 養成感恩 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無論好事情不好事情 不要先去埋怨 先去說 神我要感謝你 當你懂得去感謝神的時候 神就開始 改變你的想法 最後 我們要去學習 珍惜你所有的 假如我們從來沒有 切乏朋友 身邊 你都是朋友 假如你沒有 切乏東西 自由 你就不會把 你沒有 你沒有東西 當成是一回事 華人有句話說 人在福中 不知福 人在福中不知福 當你常常都有很多供應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珍惜 你還以為說你有的東西 是理所當然的 對嗎 所以過去幾年 教會都有一些的短線隊 去泰國啊 柬埔寨啊 遼國啊 這些弟兄姊妹 尤其是有兩三年 這群弟兄姊妹去到柬埔寨短 去到那些 垃圾堆的那些 那些 那些部落的時候 這些弟兄姊妹回來 我們會看到 他們生命開始 懂得去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跟林百 自己擁有的其實是 多麼的豐富 感謝神 我的屋子 不是住在 垃圾堆旁邊 那 曾經啊 有人做一個試驗 在一般的學生當中 要求在24小時裡面 都不發出淵源 你想有多少個人 可以不發出淵源 你知道答案是什麼嗎 答案是零 還不到24小時 短短的半個小時 就有人開始 怎麼講久的 很多人就開始吧 所以沒有一個人 在24小時內 不發淵源 我們太會發淵源的 我們太會發淵源的 冷氣不夠冷啊 哎呀 很塞車啦 或者為什麼我父母 我補信這麼迟來借我呢 不是跟他講好七點 為什麼七點半才來 我們常常以一些 那些 看起來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都一直在埋怨 每次我們聽到的都是 人家抱怨 哦 為什麼小組這樣啊 或者小組太遠啊 太久我不想去啊 牧師很長期啊 何時講完道啊 然後 然後 我們都想這些東西 如果 這些弟兄姐妹 能夠把他們送到 呃 叫我們的 叫我們的傳道 紀念尾 帶他們去中國 看這些小朋友的時候 我想 可能這些弟兄姐妹 回來的時候 可以很感謝神 哇 感謝神 我的小 我的家的孩子很乖哦 我家的孩子 呃呃呃呃呃呃 很不錯 生活環境還很好 感謝神 所以 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 懂得去珍惜我們身邊所擁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 其實你有的東西 都是非常棒 如果你回想起 好像中國大陸 越南 還是其他的國家的時候 你想 有多少個人 想要有一本属灵的書籍 都多麼難 對呀 如果他們要去參加一場 集會 尤其像中國大陸 要有特會的講員 要怎麼樣的走路 要坐船爬山 那些鄉村的 才能夠到一個地方去集會的話 要花一天兩天的時間 才可以到那邊 訂到一個大講員來 他們都很願意去 而有時候 像我們這樣發達的城市 一坐車 半個小時 二十分鐘 一個小時就到了 我們有時候呢 也很懶散的 都不想來教會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人性往往都期待不到 而常常很容易去忽略 我們身邊所有的東西 所以親愛弟兄姐妹 讓我們懂得學習 不要再埋怨 懂得學習說 去珍惜你所有的東西 在這新年一年 看看下你的家人 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感恩 看看你的小組 有什麼東西 是一些弟兄姐妹 開始成長 你的朋友 你有沒有增加更好的朋友 在教會裡面 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可以感謝神 當你懂得這樣看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看到 每一年 都有祂奇面的工作 有開始 有結束 好叫我們呢 懂得在每一年的來臨的時候 你會期待神更美好的工作 今天